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咱们谈一下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我觉得中国是人治意尽了 之前咱们谈过人治意尽 巴勒斯坦说中国是光 我觉得只有咱们把中国形容成希望 其实光明和希望 看来巴勒斯坦也已经意识到 和咱们看法是一致的 中国现在是世界唯一的光 唯一的希望 谈了三天 有了一个北京宣言 是秘密的 之前的外媒从来没报过 巴勒斯坦问题上中国人治意尽 我觉得现在既然是已经有了北京宣言 就证明中国是单起这个责任了 这个事情只能代表着中国未来压力更大 巴勒斯坦的14个派系代表到北京 密谈三天 之后签了北京宣言 重点是要结束分裂 加强内部团结 可以说就是中国的斡旋之下 现在巴勒斯坦已经朝着这个实现内部和解 已经迈向了重要一步 现在看北京宣言这四个字 含金量非常高 说明中国在巴勒斯坦这个问题上已经是扮演了非常重要角色 这个以前都是美国人在做 也意味着我们后面的担子越来越重 王毅外长在签署北京宣言之后 也是说了说这次对话重要共识 是实现巴勒斯坦14个政治派别的大和解 大团结 最核心成果是要明确 这个巴勒斯坦组织 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注意这个宣言的唯一 这个合法代表 宣言中明确了 就是巴勒斯坦组织 最突出亮点 是说各方围绕加沙战后的治理 就组建临时民族和解政府达成一致 最强烈的呼吁 就是要求根据联合相关局 实现巴勒斯坦独立建国 所以中国是帮助巴勒斯坦实现独立建国的重要一步 重要一个帮助 所以未来巴勒斯坦建国之后 中国鞠躬之恩 其实这四个罪 就是直接指向巴勒斯坦问题核心 这个北京宣言 注意啊 是巴勒斯坦问题是在北京 而不是环顿啊 也不是在现在纽约 北京宣言的分量啊 可以想想 这个这几个罪就能代表 就是没有中国弱旋的话呢 巴勒斯坦内部 就不了了之 谁能谈呢 说白了谁当中间人呢 能让巴勒斯坦14个派系齐聚北京 就说明中国这边协讨工作 非常不容易啊 我们换个角度看 巴勒斯坦其实不大点地方 他能分割出14个派系 包括被分割成这个加沙 约旦河约和西岸两块地方以后 能有14个派系 这可以想想他之间斗争的这种程度啊 以色列呢 现在看呢 现在看就是要把你切割包围 分割包围 就跟当年这个啊 这个清帝退之后 中国军发格局一样 也说明什么巴勒斯坦的内部问题 非常复杂 也就到了国际社会不得不出面协调地步 那真正能有能力协调的就是连国武昌 连国武昌里边呢 你看美国当然是名牌了 名牌支持以色列 对巴勒斯坦呢 就是象征性的安抚 实际上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安理会几次就巴以投票的时候 美国一票候决 我觉得这已经证明了啊 那英国法国呢 二者的国际样力啊 跟武昌地位 根本也不比较 不要认为英国和法国就是武昌 他实际已经不具备武昌的实力了 他已经变成美国就要跟班了嘛 而这个咱们说 中东事务又不是英国 法国能管得了 谁都不买账 当年这个英国的这个 皇后啊 让一个是吧 让一个阿拉伯的这个富商给税了 也奇迟大陆啊 九十年代还记得吧 大安娜是吧 那是英国的奇迟大陆 从那时代就是标志英国已经衰落了 法国更是满大街的阿拉伯的 中东的这些财富基金是吧 大部分时候扮演的 他们只能扮演旁观者角色 说外来手里边捏着一张票 然后代价工 实际就是换钱 他们已经是非常 我觉得非常低低劣的一种 联合五常的这种表象啊 那排除掉英美法之后 实际上 在联合五国五常里边 只剩下中国和俄罗斯 能够和哈马斯 包括发达赫 其实发达赫和哈马斯 曾经在俄罗斯开过会啊 但也没有什么具体成果 说白了眼下俄罗斯现在操着俄乌战争的这个冲突的心 也没精力去管这个发达赫啊 所以说这个没有余力啊 对吧 真正巴勒斯坦内部的和解 担保 俄罗斯根本就担不起 所以眼下看只剩中国啊 唯一选择 而且中国这边也是尽尽尽力啊 除了联合国啊 给巴勒斯坦主持公道以外 还积极的与巴勒斯坦的各派接触 对吧 我们在三个月内连续两场磋商 就已经拿出了北京宣扬 我觉得这个背后 尤其之前他们说又不来了 我之前报过 中国已经人质意见了 现在又秘密参与了 我觉得有目共睹 没有中国的努力啊 肯定达不到现在 巴勒斯坦各派认可的中国这个角色 也是中国凭借着几十年的努力 一个和平的中国 一个印象 中国确实和平绝起啊 美国欧洲全部都是霸权 包括苏联 法达赫这边的代表 说呢 中国为巴勒斯坦的和解 做出的努力是 事所罕见 这个我觉得现在中国人很难理解 尤其海外华人也很难理解 巴勒斯坦人 中东阿拉伯人对中国理解 但是因为你们缺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了解 中国在明代 宋代 唐代 和阿拉伯世界是非常密切的联系 那个时代的和阿拉伯世界的联系就非常紧密了 包括什么 包括汉代 那个汉代 中国已经 汉和唐都已经是 和这个阿拉伯都已经交界了 所以那个时代中国就已经是具备了 咱们说这个欧亚大陆一个帝国 该具备的实力 秦嘛 他们管中国叫西音 这个秦嘛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所以咱们想想 这个其实 中国在阿拉伯世界 其实早就有影响力了 只是很多受了安古萨克逊教育的这帮人 他根本就不学中国历史 我觉得中国做出的世俗罕见努力 能够得到巴勒斯坦 他这个法达赫代表的 这种世俗罕见的评价 我觉得就证明中国 现在这个世俗罕见什么意思 就是世界没有 独一份 世界追求和平的 要发展的只有中国一份 这也体现出中国在全球治理理念上 其实是最普世的 最靠谱的了 谁想发展 除非有傻逼去打架 自己都没发展完 还打什么架 那帮发展完的 英美法的 日本的 想让你打架 你打你就发展不了 你还没发展 你打什么架 所以当年推这个加沙伊朗 不沙特伊朗的和解的 当时我们就插这个词了 世俗罕见 但是我们不能说自己 现在 我觉得法达赫这边说 世俗罕见 也已经给中国一个证明了 其实从历史上看 中国根本就对阿拉伯世界 对吧 咱们说中东本身就是存在 友好的 我们从来没有侵占过人家土地 我觉得现在看巴勒斯坦内部的矛盾 现在看 我觉得中国的北京宣言 就是中国和巴勒斯坦 这个内部和解 有一个北京宣言 这是一个历史性标志 这只能开头 而且宣言的基础上 要阐述结果 那就主要看巴勒斯坦这几个派系 怎么认识到巴以问题紧迫性 王毅外长提出三个 三步走 对吧 首先是前面停火 对吧 然后按照巴人制巴的原则 推动加沙治理 加沙停战以后的治理 注意巴勒斯坦问题之后 下一个中国要谈的是乌克兰危机 你看 但凡跟中国有关的 全部都是跟合并有关的 所以中国绝对是要拿世界和平奖 然后王毅说 最后是让巴勒斯坦在两国转正 然后拿两国方案 落实两国方案 也就是巴勒斯坦这些派系 如果真能够实现中国的路线图 不搞内耗 肯定能实现建国 建国之后你就税收了 有了税收之后 中国就可以保护你 那个时候你可以发展 而不是像现在 你可以想想 我就不说加沙这个惨状了 跟当年南京 我是全网唯一 我就不敢多谈了 我被人盯上了 怎么 你说南京惨不惨 你说现在加沙惨不惨 我觉得 咱们要记住这段历史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这种惨状 他们还想再经历吗 我觉得 另一角度看 其实只要搞定哈马斯发达河 其实它内部和解 应该是大概率了 就时间一大半了 14个里边主要是发达河和哈马斯 对吧 其实4月份在巴勒斯坦 这个问题在北京就谈过 这当然是不了了之 但是作为和解承诺 如果落实到位的话 面临的问题 主要还是怎么监督 巴勒斯坦的尤其是 这些监督离不开中国的帮助 所以可能就是中国已经是下决心在中东下场了 这就是标志 我之前谈过 为什么中国一定要管中东问题 美国已经和沙特在谈了 中国的石油的重要的一个来源 中东 现在看美国要参与 中国绝不让他们得逞 谢谢大家